但书恋人落幕了 这是最没有闲念的恋宗收官 观众期待值最高的两对CP 王嫩嫩和罗拉 黄瑞恩和罗颖双双成功牵手 而且从他们走进观察间跟观察员会面起 CP粉已经感受到最大最满足的幸福 因为自己刻的CP最后都成了真情侣 可这对追了一整季的CP粉来说 突然没有了期待心里反而空荡荡的 于是大批粉丝跑到官微级嘉宾账号下留言 喊话他们赶紧卡起售后营业 我们要刻真情侣 节目收官嘉宾们早已回归现实生活中去了 他们要兼顾家庭和工作 历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CP营业 但为了不让CP粉失望 嘉宾们也会时不时的晒晒亲密照秀秀的 也算是给粉丝撒糖发福利了 罗拉就特别用心的剪辑了一期高铁视频 把她和王能能从参加节目到牵手成功 以及回归生活到现在经历的 点点滴滴制作成甜蜜的视频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播出后 一天内播放量高达一千多万 可见有多少粉丝在等着他们撒狗粮啊 相对来说黄瑞恩和罗颖就略显低调了些 两个人只是在节目收官后 各发了一则官宣小作文 算是交叉般的告诉粉丝他们在一起了 并请求大家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和空间 这对CP粉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啊 CP课得意犹未尽 心里本体有多难受了 要说最懂CP粉的还得是节目组 直白地说是为了收割最后一波流量 挑好听的奖也算是圆了 CP粉继续课真情侣的心愿 节目组特别推出了售后营运活动 第一项活动就是开启连线直播 让两对牵手成功的情侣梦幻联动 跟粉丝进行实时在线互动 在直播中王能能罗拉和黄瑞恩罗颖 不但对粉丝的提问之物不达 而且他们在直播期间疯狂撒糖 特别是王能能和罗拉在直播间 亲吻的一幕再次令粉丝大呼过瘾 成年人的爱情就是勇敢只给短短几个月时间 观众已经看到他们亲过三次了 粉丝甚至在直播间喊话他们 不要吝啬 请继续我们要一直磕到眩晕 而罗颖和黄瑞恩就比较腼腆一些了 就算粉丝使劲起哄 他们也羞于在镜头前亲吻 就不懂得黄瑞恩可不像这么内敛的男人啊 在节目中他那不动声色的情话说来就来 拉着罗颖十指紧扣 一点都不犹豫 怎么回到现实生活就变得谨慎又含蓄了呢 当然 两对情侣这一番梦幻联动 已经让粉丝兴奋不已了 也就没有对黄瑞恩和罗颖步步紧逼了 节目组推出的第二项售后是为这 两对真情侣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 在半熟恋人官微放出的预告片中 罗拉和王能能 罗颖和黄瑞恩将开启密室约会 他们四个人都换上了古代服饰 前往密室探索究竟 在密室里 王能能和罗拉再次发挥搞怪天赋 把搞笑女拿捏歌 那气质展现了淋漓尽致 而黄瑞恩则换身天神保镖 全程保护着弱弱的罗颖 甜蜜的情节持续上演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期待 曾有粉丝在罗拉秀奈的视频下留言 为什么把亲上去的画面都剪了 看不够啊 罗拉给出的回复是 因为有的东西掌握在峨眉山上 可以期待一下下周哦 这意味着 节目组下周推出的特别 节目将会有甜度报表的画面 这一下子又把CP粉的期望值拉满了 相比营业CP真情率刻起来 毫无后顾之忧 全都是真情实感 CP粉完全可以沉浸式客堂了